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百斯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金迪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宁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料剂 碳酸钙 英文 Calcaria Carbonica Calcaria Carbonica 在同类疗法是属于一种很基本的疗剂 我们叫做多面体Polycress 可以说是多功能的疗剂 和同类疗剂 和同类疗法的硫磺石虫 和同类疗法的硫磺石虫 都属于三大基础的疗剂 当然这些疗剂 通常功能是很多方面 亦都很深入 硫磺型的人 通常那个体型 都是比较肥肥泡泡 肥肥泡泡 人呢 就有少少汗濕的感觉 尤其是脚呢 他们会感觉脚呢 好像穿着一堆濕的蜜 和这些症状 觉得人有一种下聚感 那碳酸钢的人呢 通常呢 是对那个冻和潮湿呢 和焦头造呢 是特别呢 是容易出现问题 比较敏感一点的 那通常呢 是一些初生的婴儿啦 通常都会 你会见到的症状呢 就是一个头大大啦 那个整体那个棉 那个器官呢 都是大一点的啦 皮肤是比较脏白啦 有少少像那些 好像粉笔那样的白白的 那也都有时候呢 那个头盖呢 那个都没曾 没曾关合了 那这些通常呢 就是一种 丐型的那个绅症的 那绅症的人呢 也都很容易呢 就是伤风啦 那很多时候 有些痰性的黏膜型的 那绅症呢 就容易肥啦 还有呢 肚腩大呢 和头大大 皮肤呢 都是苍白型的 可以这么说呢 啊 三分仔来说呢 差不多有百分之四十的小朋友呢 通常呢 都是属于黄型的 那基本上这些小朋友呢 是基本上很健康的 可以这么说呢 是最健康的营的疗剂来的 嗯 黄型呢 通常呢 最初的兩年 即是當他那時候 他未曾變成其他型的時候 最初的兩年 那個十文仔 通常很多時候都是蓋型 當他們開始講話 開始學行 當然這些小朋友 兩三歲的生育小朋友 通常都是什麼呢 肥肥伯伯 即是很典型的十文仔 通常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一般人 即是有些我們在蓋型的人 通常是他的工作的 所謂叫做倫理 他的work ethic 通常這些人 比較上是很負責任的 通常都可以說是過度負責任的人 令到他自己消耗過盡 這些人通常都是 鈣型人出現問題的情況 所以很多時候 那個 炭酸鈣那個療劑 出現問題 通常都是過度工作 過度體力勞碌 或者精神方面的勞碌 或者情緒方面的過度勞碌 這個往往是令到炭酸鈣的人 患病的起因 我們都知道 鈣是身體的結構 是個主要結構 是骨 牙齒 肌肉 心臟 都需要很多鈣 所以可以這樣說 這個炭酸鈣這個療劑 在對我們的一個成長的過程裡面 尤其是一個年輕的人的成長 鈣的問題是很多的 肥沖牙齒 或者骨折問題 脊椎問題 或者肥胖 可以說這些都是跟鈣的症型很大關係 好 鈣也很多時候應用一些 腹絞痛 或者失眠 尤其是嬰兒 腹絞痛 絞痛 或者失眠 這個鈣是經常非常好用的 鈣的還有一個症型 他們很多時候就會比較大汗 尤其是後頭部 後尾枕那裡 通常是大汗 還有他們的汗都比較酸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發現 這些小朋友 這些寶寶是酸酸酸酸的 甚至乎他們那個分辨 和那個汗液都是酸酸的 有時候發現 他枕頭裡面都有一種酸酸的感覺 因為枕頭的汗氣 好了 鈣營的人很多時候 成長比較慢 我們有時候當他一種 療劑裡面的一種屬於烏龜 很多事情都發生得很慢 他們可能 由初初 入學的時候 他們去適應 四五五六歲 初初入學的時候 他都要慢慢地學 慢慢地適應 而且他們學行 也有時候是比較慢 所以 鈣營的人 可以說是很腳踏實地 和很傾向比較慢 和有些少少 惰性 很多時候 鈣營的十蚊仔 要被人催促他 要被人推一下他才行 還有一個鈣營的十蚊仔 關鍵的症狀 就是發惡夢 有時候他發惡夢 是發到 那些妖魔 那些惡魔 令到他們很驚醒 這些是鈣營的通常 十蚊仔很容易出現 從來他們有很多恐懼 他們恐懼什麼呢 就是擔心父母 會不會父母有些事情 沒有事情發生 你父母 那些鈣營的十蚊仔 比較緊張 有時候 你帶了鈣營的小朋友 看戲 尤其看那些恐怖片 是發惡夢的 好了 炭酸鈣的十蚊仔 通常的十蚊仔 會特別害怕 甚至乎 看完這些恐怖片 是發惡夢的 好了 炭酸鈣的十蚊仔 通常是喜歡吃那些 喝那些牛乳類的食物 芝士 甜品 還有最主要 他們很喜歡吃雞蛋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他們很喜歡吃雞蛋 尤其是白薩蛋 硬的蛋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鈣營的十蚊仔 亦都很喜歡吃 一些澱粉質的食物 還有一些穀類的食物 我們發現 其實小朋友 看成長很多時候 都是喜歡吃那些 pasta 那些這樣的 澱粉質的食物 是比較多的 好了 那鈣營呢 和那個 Pulsatela的白頭翁 那個有表裡關係的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當十蚊仔 那個 出現中乳炎 耳仔痛 很多時候 他們的 症型 就會變成 Pulsatela白頭翁 那些很多時候 鈣營的小孩 都是在出現 耳仔痛 或者是鼻竇炎 傷風 很多時候 他們變成 白頭翁 Pulsatela 那個療劑的症型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平時 發現如果白頭翁 治好小孩的傷風 耳仔痛 這方面的問題 他們的底子 很多時候是 鈣營的小孩 那在大人方面 鈣營的人 很多時候 出現問題 會成為一個 Rootstock 野角形 尤其是關節問題 關節緊 這些很多時候 你用那個 Rootstock 野角 幫到它 六七成左右 但是 跟著 你需要用鈣 那個炭酸鈣 將它的治療 完全跟治 鈣營的 鈣營的小孩 鈣營營 鈣營 通常會生長 在一些 那個炭酸鈣的 土壤裡面 是比較多的 好了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鈣營的小孩 成長比較慢 很多時候扁平足 還有有時候 初初起的時候 是比較亂亂晉晉 協調能力比較弱 很容易跌倒 跌倒 跌倒 鈣營 亦都時候 就會出現那些 蟲 即是山蟲的症狀 通常我們會嘗試 會用那個 驅蟲子 Sinner 療劑 去處理這些 山蟲的症狀 通常這些 表面的症狀 好像磨牙 胃口突然之間多了 但是這些情況 很多時候 背後可能是因為山蟲 這個問題 你可能 初初你會嘗試用 Sinner 驅蟲子 但最後來 你要完全治好 你可能都要用 這個體質的療質 那個 硫酸鈣 所以可以這樣說 在同類療法的領域裡面 鈣是很多 鈣 還不會提高 瘋瘋 帶來哥 他都會害怕 比較怕凍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甲狀腺低 hypothyroidism 甲狀腺低 甲狀腺低的人 通常會比較怕凍 寒凍一點 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牛皮腺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甲狀腺和牛皮腺 是有些相連的關係 有時候我們遇到有些病人 是有甲狀腺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用碳酸鈣 幫助處理這些問題 除了這些鈣型的人 比較容易胖胖 怕冷、寒冷 還有一些很勤力做事的人 很多時候他們很容易 尤其是年紀大的人 很多時候出現是腳抽筋 尤其是晚上腳抽筋 這種情況之外 我們都考慮這個鈣型療劑 還有老人家年紀大的人的 長期慢性的失眠 我們都可以這麼說 鈣是一個很好用的療劑 即是說碳酸鈣的人 有傾向出現不同程度的關節炎 而他的症狀好像野角一樣 通常就說 早上早上都很僵緊 尤其是早上早下 動一下 初初動的時候差 動下去就會好一點 舒服一點 這是典型的野角型的關節炎的症狀 還有一個情況 用那個療劑 我們用在Ballus Perrinus 英國初谷 英國初谷Ballus Perrinus 都是一種經常用在適當的一些人 勞碌 平時不常做事 突然之間要操勞勞力 於是覺得人很冤懷地出現一些問題 背後的療劑 所以除了用Ballus Perrinus 英國初谷之外 我亦都可能用碳酸鈣這個療劑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我剛才都提及 碳酸鈣的人比較怕冷 尤其是腳 是特別好像寒寒濕濕 好像穿了一堆濕的蜜 那時候你發現 這種的鈣 碳酸鈣的人 他晚上睡覺是喜歡穿著一堆蜜 因為他覺得雙腳硬硬好一點 好冷很不舒服的 那麼他喜歡晚上睡覺帶著一堆蜜 好了 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蓋營的人 就是操勞導致問題 就是有時去行山 就是任何的體力的勞動 都令到他常常不夠氣 尤其是爬上下 上行的 有時爬樓梯爬上山 蓋營的人通常是不夠氣的 還有比較容易累的 好了 在精神檔態方面 蓋營的人是很需要整齊 秩序 它叫order 可以整整齊 可以說是很極端的 他們不是很像 那個山埃營的療劑 是很需要乾淨的 炭酸營的人是需要秩序 需要很整齊 譬如家裡的傢俬 要擠得很整齊 那些書架上面的書 他們都要很整齊 因為他需要隨時可以找得到 他們是比較上人的性格 都是實實在在 就是很貼地的人 所以他們通常會因為要將生活方面 要整齊整齊齊 他們會大量不斷地做事 令到自己的生活方面 整齊齊齊 很多時候我們認為 這些人是屬於我們叫做大地的母親 Earth Mother 他們雖然不像馬前子Nuxvormica 是很大野心的 他們因為有責任心很重 所以他們經常做事 不斷地做事 很勤力去做事 很有責任感 因為他們過度去做事 結果可能整個人崩潰了 這些情況你會見到 這些人在家長會上 常常會出現 他們的審問仔 有很多不同的安排了 要上音樂課 想跳舞堂 他們可能有自己的生意 的工作 而這些人 因為做了太多事 結果他們崩潰了出來 貴營的人就有很多擔憂 對所有很多事都會擔憂 他擔憂的事 通常是比較實在的事 例如擔憂食物 金錢方面 那個屋 天氣的情況 以及自己能不能做事 因為太擔憂 慢慢令他們出現失眠的問題 因為他們做事很有整齊 你會發現 那個崩潰的人 很多時候很喜歡寫一排 將那些需要做的事 是列表出來的 就是做什麼做什麼 是整整齊齊 是列出來的 因為他們需要的東西 是整齊乾淨 就是要整齊為主的 很有秩序的 好了 崩潰的人還有一個情況 他們很多時候是很敏感的 尤其是對那些 時事方面的那些 聽到壞的消息 聽到電視台說的消息 或者戰爭出現 他們特別受影響 就是對壞的消息 是會很影響他們的 所以 蓋營的人可以這麼說 是很怕聽到不好的東西 還有這種情況 因為蓋營的人 就是可以說 搭了這麼多爪 不停地做很多很多東西 慢慢地 他們就可以說 整個人消耗過盡 出現就是 就是 就是 垂低了 很多時候 最生氣的時候 這些營的人 蓋營的人 就出現很多恐懼 很多方面的恐懼 他們恐懼自己 好像習慣 是不是自己發瘋呢 或者恐懼 別人會察覺 他可能 他可能 他瘋瘋瘋瘋瘋 有問題 精神上不是那麼清醒 那樣 好了 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 很多時候 碳酸鈣 是用在發羊釣這方面 還有很多骨的問題 一些年紀老人家 很多時候是頭暈的症狀 尤其是當老人家 在高柱 望下的時候 出現頭暈 這也是鈣的療劑 應用的地方 很多時候出現一種 我們叫做pica 即是吃那些不應該吃的東西 吃垃圾 吃髒的東西 拿沙 即是不能消化的東西 蓋營營營營營 很喜歡 亂放進口裡 當然蓋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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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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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碳酸鈣是一個很大的療劑 在一般人的成長過程,從小到大,很多時候都很適合用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覺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約? 需要的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在銅鑼灣、沙甸街、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今次節目來到這裡,下次再見,拜拜!